大家好,我們今天說什麼呢? 我們今天說態 原來生物的所有形態都是由蛋白質的胺基酸造成的 無論我們人的身體、皮膚的結構 基本上我們的皮膚、內臟、骨絡、器官都是由蛋白質造成的 蛋白質是我們生命中的核心 所以很多時候蛋白質在我們身體中都很重要 但蛋白質是我們每天都必須吸收的 例如吃齋的人會靠豆腐 我們正常吃肉的人會靠蛋 吃齋的人都會吃蛋 吃豬肉、牛肉、雞肉 就會造成一些蛋白質 但其實有時候蛋白質糟的很大塊 所以有時候會要… 要做úúúúú она... 會變成小塊 原來人體必需的胺基酸 需20種 那麼 Ин脂基酸可以iji可鮮 香蕉有19種 很多人喜歡的零下紅有19種 萊蕉汁有20種 安基酸和安基酸的分子中間 要連繫在一起 就要一條鈦 那條鈦也不要長鈦 我們是要一些短鈦 大約5個分子 它就會構成我們身體的結構細胞 那些鈦是一個淡 你必須要它才把安基酸連在一起 我們身體消化不吃到 其實短鈦在我們身體的消化來說是比較難的 我們身體消化到一些長的鈦 即是吃到用來用 但是短鈦最好是由皮膚吸收 放進去 那好吧 鈦這件事是很容易透過皮膚吸收的 它可以滲入角質層 真皮層 因為它是必須要的原料 它會延長我們細胞的壽命 簡單來說 我經常都說 鈦就是你必須要的物質 即是營養物質 精油就是信息 人生命的體 人生命的體 需要四種元素 第一就是細胞的本體 我們有 第二就是需要能量 什麼人給能量 光、熱、磁、電 都是一些能量 然後就是信息 信息 信息就是精油 如果你有精油的話 第四就是營養物質 當然如果信息和營養物質配合得好 當然好 所以鈦可以令到細胞膜沒有那麼容易氧化 細胞膜沒有那麼容易氧化 就年輕一點 也不會那麼容易積聚色素 有些色素就會在細胞膜的面上 另外也抵抗自由基對DNA的攻擊 大家都知道細胞在這裡 原型的 膜就有一股油脂分泌 如果你包得很漂亮 膜是厚的話 DNA就不會那麼容易入侵 即是它破壞外面的東西 它就不會破壞裡面的東西 好 另外 它可以給皮膚的免疫力 提升它的補水能力 有些人經常都說自己乾乾乾乾 好奇怪 原來它乾是因為它不夠膠原蛋白 所以如果你太塗得好 皮膚的吸水能力是會好的 即是不用經常都叫補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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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膠原蛋白胎 夾到身體被人家利用的時候 就會很快吸收 然後它就會建立成皮膚的膠原 皮膚的膠原 就會有一定的美容作用 所以它可以做到美白 保濕 其實不是美白 應該是量白 再加上滋養的功效 我教大家如何滴精油 妹妹你先借個命 媽媽去拿一瓶新的Pub Tide出來 好嗎 你借個命 那你幫媽媽好嗎 等一會 我去拿一瓶50ml出來 我這裏有大 我這瓶大 我放入小的 即是滴精油 我贊成一瓶Pub Tide 就加一種精油 麻煩你 你放在這裏 好了你幫媽媽好嗎 我們先把瓶子拿出來 基本上我現在給10ml的大家 是一些綠綠瓶來的 這個是魚皮膠 沒有化學成分的 不是出現的 三生態 那些我用過就不覺得 媽媽 這是誰的 這個是我的 你幫我放進去 好嗎 好 那你會見到我們的Tide 本身 等媽媽來 是透明色的 但是加一瓶油 它就會另一種顏色 它就會變白白的顏色 好 你再泵一個 你放在這裏就可以了 你再泵一個 好 我們掉了 那我們就放進這些瓶子裡 基本上你們來買的時候 是這個瓶子 但是我有一瓶大 好 媽媽媽幫你 那我們就泵一個 泵一個 對了 夠了夠了 放在這裏 好 可以了 再來 砰 砰 泵一泵 你給媽媽 好嗎 還要攪拌的 不用攪拌的 好 我們泵快一點 不要鎖住睡覺 好嗎 譬如我現在入了一瓶 10ml 有些人問我多久用完一瓶 有人一個月用完一瓶 如果從來都沒有用過 我會問他們 你皮膚有沒有好過 通常回來告訴我 毛孔很明顯是好 幼文仔是好 因為你記住它是填洞洞 填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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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要你們自己用 但第二瓶你就用得很久了 因為第一瓶 它好像喝湯一樣 自己吸啊吸啊吸啊吸 那 我也是 我也是 好 不行不行 我們先把精油放進去 什麼精油 我本身呢 就有一瓶 Francinsus 的 什麼精油 我贊成呢 Francinsus 都是比較溫和一點的精油 什麼精油 是這些 那 我就會覺得 是 打一會 但我可以覺得 可以加8滴的 但是呢 大家想不到 我最喜歡的精油是什麼 譬如Pacholi 那些 你都是比較溫和一點的精油 港霍香 就是上兩個月送的那些 這個是很保濕的 那你又可以加8滴的 但是如果你說橙花這些呢 我覺得4滴就已經不錯了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加玫瑰呢 那你又單保你自己沒有 不容易起Rash的話 那就是1滴 那如果你是 有些人喜歡加什麼 加 Candlewood 這樣 也是1滴 好嗎 好了 但我們今天就會加Cedar 想不到我最喜歡的精油是什麼 Cedarwood 好 我們先看看有沒有 好 不過我們知道Cedarwood沒有什麼 我媽媽去開第二支 先 那 我們拿這個筋 我除了喜歡Cedarwood之外 我也想我的血管會好一點 所以我加Gentle Baby 好 會不會你滴8滴下去 那我們就滴8滴下去 我滴高一點 你滴高一點給姨姨看看 對了 滴吧 8滴 你掃啊 你掃啊 好了出來吧 1 2 2 3 啊 啊 啊 不要搖啊 不要搖啊 好啊 那你快點吧 姨姨 好悶啊 1 2 1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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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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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完水,用水洗臉,因為你晚上不會髒的 接著就塗我們的修水,調膚水 塗完之後塗Peptide 或者如果你不想浪費了你自己原本用的東西 你塗你原本用的東西,這些用在晚上 如果你想快一點,很多的毛修小一點,早晚用 塗Peptide,塗完之後塗Cream 塗B5,然後噴水,防曬 塗你平常的,例如你喜歡塗Peptide 或者你喜歡塗粉底,你自己塗吧 今天我們的膠原蛋白帶的分享到這裡為止 這段影片就會記錄到Youtube 下次人問我,我就會帶一段影片給你看 好了,各位晚安,拜拜